越南这个地方算是一个战争频发的区域 日、法、北等国家都有过将其当成殖民地的经历 频发的战争让越南当地的男性数量锐减 无奈之下 当美国发动越南战争之后 越南开始把当地的女性给拉入到了战争当中 越南女兵在战争中的表现非常的活跃 而且不怕死 一度成为了美国大兵的噩梦 可是就是这样毫不畏惧的女性 在战后却无法找到了一个归宿 结局不免让人唏嘘 在战争结束之后 这些越南女兵就退役了 紧接着就是想要找个归宿 幸福的过一辈子 可是让人意外的是 越南的男性竟然看不上他们 不愿意与他们结婚 找到地是为什么呢 其实总的来说还是因为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越南男人自然喜欢漂亮的姑娘 而这些女兵在参战之前可能还挺漂亮的 但是在战场上压根没有办法保养皮肤 也没心情化妆打扮 因此经过了战争洗礼之后 这些女兵的容貌基本会变得比十几年龄老了不少 而且除了风吹日晒之外 还可能因为战争而留下一些永远无法磨灭的伤痕 当越南男人看到这样的女人自然是不会喜欢 第二个原因就是名声不好 因为战场上是不分男女的 越南女兵在战场上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到下一秒 因此也不注重男女之间的分界线 因此和男兵同事同住是常事 这就导致了当时越南对于女兵的风评很不好 认为是有伤大雅 越南男人其实和中国男人一样很看重真几 因此面对这样的流言蜚语 实在是鼓不起勇气去找一个女兵结婚 第三个愿意是女兵身体潜在的疾病 越南本地的环境是处于热带区域 十分的闷热潮湿 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下作战 人的身体肯定是受不了的 因此越南女兵潜在着很多的疾病 如果男人娶这样的一个女子回去 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 所以说与其给自己找麻烦 越南男人还是喜欢找个正常身体状况的女子结婚 越南女兵可能没有想到 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国家 结果到头来却惨造嫌弃 真的是很悲惨 最终这些女兵大多数都是截然一身到老 为了生存会做各种各样脏累的活 甚至是出卖自己的身体 旧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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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